国庆75周年 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特区政府举行国庆酒会 李家超说要提升香港优势 贡献国家所需 仪棍向真主党目标展开地面攻势 真主党高层表明准备好应对地面战 大家午安,我是陈雨桥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北京天安门广场早早举行国庆升旗仪式 清晨6点几 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 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 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列队步入广场 大批民众在场观看 国歌就起时 现场观众一起唱国歌 在国旗升至旗冠的顶端时 现场放出和平夹和彩色的气球 特区政府举行国庆酒会 行政长官李家超自治时说 香港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 要不断改革,识变,求变 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正加速远进 香港亦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 在前进的道路上会有挑战 但是香港机遇大于挑战 我们必须因地制宜 不断改革,识变,求变 破平颈,保短板,随障碍 同时固本培圆 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优势 积极开拓新发展领域 充分把握机遇 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 同时以自身所长 贡献国家所需 李家超又说 今天是香港完成基本法23条 本地立法宪制责任和历史使命 完善地区治理 重塑区议会之后的第一个国庆 具特别意义的历史时刻 回顾过去四分之三的世纪 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国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是制造业第一大国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国际影响力举足轻重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 贡献中国智慧 展现大国担当 香港会继续发挥 一国两制之下 背靠祖国 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把握机遇 全力拼经济 谋发展 为民生添幸福 首先 我们会继续强化自身优势 找紧发展机遇 让一个个金字招牌 更加闪亮 多种公共交通工具 都提供国庆优惠 用八特通乘搭港铁 从铁路线 东铁路线过境 轻铁和新界西北港铁巴士 都享有75字车发优惠 原有优惠同时适用 巴士方面 小童可以免费识乘搭 承搭九巴 承巴 龙运 和新大鱼新巴士的 大部分路线 而电车就全日免费 天性小轮的两条航线 今天和明天都同样是免费乘搭 内地七日黄金周假期展开 在高铁西九龙站 早上8点多 已经有大批的旅客 拖着大行李小行李 这样抵港 不少都是一家大小 入境处预料 这一日是陆路出入境高峰期 约52万3千人次出境 63万2千人次入境 高铁在今明两日 加开一队来往西九龙站 至北京西站 以及上海洪桥站的 我铺班次 来往上海洪桥站的班次 也新增停靠宁波站 有旅客会在香港过夜 宽度国庆 三天左右 刚好一个长假期 可以在迪士尼玩得开心点 就是订了迪士尼的酒店 可以住得舒服点 之前比的话 稍微贵点 但不会说差很大 打算跟我妈去维都尼亚那边 看烟花 然后坐摩天轮 酒店方面还好 跟内陆差不多 然后像购物方面的话 我觉得会贵一点 就是饮料那些 都比大陆贵 海港和太平山 这次计划 怎么想去爬一下香港的山吧 很多出租车都是很友好 有个别的会不是很友好 出租车聚在也经常遇到过 所以说也是挺不方便的 入境处预计有过千万人 在黄金周假期出入香港 当局家派人手到各口岸和旅游热点 我们出了大约是7000个警力 在全港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有调配同事 我都希望借助这个机会 港大市民能够在今天 这么大的日子 大家开心快乐家庭幸福 我们在口岸师傅人流 我们会有一个赞性的安排 就是增调一些人手 来支持青关的服务 希望这个服务可以做到位 另外有很多内地旅客 会来香港购物 我们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 我们也加强了宣传 在一些旅客的热点那里 我们有派员下去派传单 就是宣传教育消费者 如何去保障自己的权益 避免待入这些消费的陷阱那里 汉民署和青年团体 在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 合办国庆日星期典礼 弃步操表演 星期典礼在博物馆 接待大楼正门外举行 当局说 活动的目的 是加强公众国民身份认同 以及对本港青年制服团体 团队精神和纪律的认识 今次是海防博物馆上个月初 改设为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之后 第一个国庆日星期典礼 主例嘉宾包括民体旅局 康民署 教育局 香港少年领袖团 香港海市青年团 香港航空青年团等的代表 一时一会 稍后有其他消息 上海一个池都男人在超市内随机撕集 造成三死十五伤 初步调查说 个疑空因为个人经济糾纷 到上海商人蝕粉 网上流传片段 见到一个商场里面有人躺在地下 保安人员上前查看 附近有一个女人 抱着一个身上有血迹的小童 另外根据网上流传图片 有一个男人双手持刀 行经一个收银櫃台 商场内不同位置 有人受伤流血 或者倒崩在地上 上海市公安局 重康区分局凌晨发出通报 说昨晚接近10点接报 重慰中路一间超市里面 有一个男人持刀伤人 民警迅速到场 疑犯当场被捕 事件中有18个人受伤 其中3个人抢救无效死亡 其余伤者都无生命危险 网上有消息 案发现场是一间沃尔马超市 公安通报指 疑犯37岁经初步调查 他因为个人经济糾纷到上海涉分 持刀襲击吐印 案件正进一步调查 无线电视机者 尤家辉报导 国家农业农村部表示 今年海洋复贵 休如期间 近海鱼业的资源养护成效显著 查处近万中违法违规的案件 超过4000人被追究刑习 国家农业农村部 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刘新忠 昨日在新闻发布会 讲述今年5月至9月 海洋复贵优于执法行动和成效 他表示 农业农村部 公安部和中国海警局三个部门 今年严厉打击各类涉如违法活动 累计出动执法人员69万6千人次 船艇62万首次 水上巡查117万1千海里 清理取缔近7298艘 没有船名、船号和船博证书的涉如船隻 清理88万6千米海上违规网具 查处9770宗违法违规案件 追究刑事责任4139人 今年福贵优于预期成效发挥良好 开曝以来近海鱼获物品种多样 主要经济品种、布楼量都增加 他指出 农业农村部近年推出一系列政策 包括优化调整福贵优于制度 控制布楼强度 和建设海洋牧场 开展增值放流等 持续加大鱼叶资源养护 和可持续利用力度 随着一系列措施持续实施 近海鱼叶资源养护取得显著成效 最大可持续产量保持在1000万吨以上 三个部门将会继续指导各地 做好海洋福贵优于后 涉如管理和执法工作 强化鱼叶安全生产监管 持续严厉打击各类涉如违法行为 持续加强水产养殖领域执法监管 进一步规范水产养殖生产 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 无线电视机者尤家辉报导 室关节是最容易出现 勞损退化问题的关节 医生说会视乎严重的程度提供不同治疗方案 今年67岁的刘生从事船只维修工作 工作关系令他长期要做蹲下站起身的动作 导致两只脚的膝关节都有逃损 左脚情况尤其严重 直到近年还影响了活动能力 一般来说 膝关节退化的平均病发年龄是超过55岁 如果肥又或者经常附宠物的人 膝关节更加有机会提早退化 如果是比较早期的膝关节退化 病人最先的症状就是膝关节痛 一般来说他们走平路就未必会很辛苦 最先开始出现问题的就是做运动 跑步 又或者更加常见就是上落楼梯 开始觉得痛 一般来说病人会觉得落楼梯 是痛过上楼梯 当物理治疗或者药物治疗都未能够有效减少疼痛的时候 就会考虑用注射治疗改善情况 大部分病人注射了透明质酸 那个关节痛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但是药效一般来说都是只有6至9个月而已 就不是那么久 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注射治疗 就是一些叫做血蛋白的治疗 但如果好像刘先生那样 膝关节的软骨磨损 严重到影响活动能力 就要做膝关节自换手术 无线电视记者黄山报导 机场三跑10公里国际赛 各项赛事组别的名额都爆满 超额近两倍 大会说首轮抽签结果 今天上午10点钟起公布 重签跑手将会获发电邮和手机短讯通知 手机短讯通知只适用于本地跑手 申请者可以登入大会网页 查看抽签结果 成功重签者需要在星期四 夜晚7点钟 付款期限界满前完成网上付款程序 以确认参赛资格 为庆祝三跑系统落成 机管局联同田总 11月17日 在机场中跑道举行赛事 切10公里、5公里和3公里 名额约12000个 亦都在相隔26年再次举办 大家好 我是陈玉桥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特区政府举行国庆酒会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示 说香港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 已不断改革 识变求变 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正加速远进 香港亦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 在前进的道路上会有挑战 但是香港机遇大于挑战 我们必须因地制宜 不断改革 识变求变 破平颈 保短板 随障碍 同时 顾本培元 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优势 积极开拓新发展领域 充分把握机遇 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 同时 以自身所长 贡献国家所需 举行国庆酒会之前 湾仔金字经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行政长官李家超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代表 多个政府官员 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曾荫权 行政会议和立法会议员 社会言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 都出席 现场不设公众官邻区 消防船 水警轮 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 分别在海上和空中置径 内地七日黄金周假期展开 在高铁西九龙站 早8点多已经有大批旅客 拖着大行小行底港 不少都是一家大小 入境处预料 这一日是陆路出入境的高峰期 约52万3千人次出境 63万2千人次入境 高铁在金明两日加开一队来往西九龙站至北京西南 以及上海洪桥站的饿铺班次 来往上海洪桥站的班次也都新增停靠宁波站 有旅客卦会在香港过夜 欢到国庆 三日左右 刚刚这个长假期可以在迪士尼玩得开心点 就是订了迪士尼的酒店 可以住得舒服点 之前比的话稍微贵点 但不会说差很大 打算跟我妈去维东尼亚那边看烟花 然后坐摩天轮 酒店方面还好 跟内路差不多 然后像购物方面的话 我觉得会贵一点 就是饮料那些都比大陆贵 海港和太平山这次计划 总想去排一下香港的山吧 很多出租车都是很友好 有个别的会不是很友好 出租车拒载也经常遇到过 所以说也是挺不方便的 餐饮业 街市摊档和器员都提供不同优惠何国庆 港九新界返商社团联合会 有1万2千个街市和小贩摊档 七五折发售指定货品 包括海鲜 黑毛猪肉等的食材 全港3600几间食肆 超级市场和便利店等等 也都有有入围 餐饮套餐或指定食品等七折 又或者有其他的折扣优惠 部分优惠会延续至到国庆后几日 也都有餐饮集团旗下的酒楼 延长优惠至一个月 而今日入场看戏 所有场次都是半价起飞 国庆烟花会演今晚在维港上演 第一次加入无人机表演 透过科技元素 令传统烟花会演更有特色 近期热化非大红猫莫属 它是形形落落 还是安安可可呢 这两只肯定是土生的姐姐弟 大红猫摇身一变 化身成75的字仰 慶祝国庆75周年 这些无人机图案 第一次加入烟花会演 星期日晚首先在维港试飞 不少市民和旅客停下打卡 因为之前是没见过的 现在是见到 跟着那个公仔 红猫的样子 我是觉得很喜欢的 很契契的 75那个比较好美一点 因为它是3D立体的 有游戏转 每个角度都看得很清楚 设计团队说图案是特意挑选 我们海洋公园就有新的红猫BB出生 整个红猫的family都在香港 现在整个社会市民都很关注红猫这件事 还有红猫我们中国的国保来的 所以就想这个红猫就带出来 今次这个国庆的活动里面 烟花它的震撼度 现场感 声效都是很特别的 但是无人机图案就去过 創作空间 去过创意 还有可以调整的画面比较多 其实两样配搭起来 就会比较好的 平衡一点 早前识识完的无人机表演 因为天气关系取消 大妹说过庆日会尽量完成 局部地区性骤雨 可能湾仔刚好就落大雨 但原来隔壁都是没有雨的 如果我们看到局部地区性骤雨 不在这里 其实我们都会飞的 市民其实来 都是想看一个喜庆活动 我们尽量都不想扫大家庆 她希望可以透过当日的表演 带动周边经济 无线色记者在流畅报道 正在中国太空站柱楼的 神舟18号三个航天员 上周进行天地连线 讲述柱楼五个多月的感受 在太空的五个多月 感谢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日夜坚守与陪伴 正是因为有你们的守护 我们在空间站才能够安心踏实的工作和生活 圆满太空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我们也必将不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拖 圆满高效完成任务 中国空间站是战略新兴产业的代表 是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个所以 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力量 为新时代恐怖发展的中国航天事业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 神十九载人飞船 将会在今个月下旬发射清雄 神十八三个航天员随后会结束任务 回回地球 一个小女孩在人室医院逢针之后 心脏一度停顿至今仍然异态 两个涉事医护人员被凶药业 早早在法院提堂 案件会不会影响其他医护人员的工作呢 以往公立医院都有医疗事故 怎样才会构成刑则呢 欢迎收看《时事当面看》 事故里面的四岁小女心悦 仍然在玛加利医院留医 情犯异态 她爸爸引述医生说 女儿的病情没有好转 医管局就提到 个小女儿依赖鼻胃管胃食 以及呼吸机治疗 化名Alex的她 现在在公立医院做护士 面对近年医护人手不足 她说工作量也更加大 人手就短的不足 一条队对十几个案件 就是一个护士对十几个案件 一定是不够 而且每天很多新症的病人会出出入入 要重新认识那些案件 还有要等医生开不同的治疗方案 其实都要跟进 每天都会有所改变 其实我们也很怕会跟楼会都缺费 所以其实这个压力一定是有的 根据医务卫生局数字 医管局在2022至23年度 合共接获大约2100宗投诉 Alex自己也曾经被病人家属投诉 他说压力越来越大 一名四岁女堂五月在家地 跌倒到人制医院急症失求医 在病人服务助理协助之下 护士为女童后尾枕的伤口缝了三针 女童心脏一度停顿18分钟 现时情况仍然异态 在马加烈医院移科深切治疗部留医 警方星期六以药而聚 拘捕涉案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 Alex说不少同事听到之后都觉得很担心 案件星期一在沙田裁判法院提拓 两名被告包括62岁的人制医院 二级病人服务助理尹美军 同26岁的注册护士张天荣 他们被控若疑 即是对所看管的儿童或少年人 故意虐待或忽略 可能为他带来不必要苦楚或健康损害 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 索取女童的医疗报告 医院记录和证人口供等等 法庭应控方要求将案件押后至今年12月再讯 医管局现在已经暂停他们的职务 有关注病人权益的组织认为 今次事件可以警惕医护人员 提醒他们日后工作时更加谨慎 特别说那个程序如果会比较复杂 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比较严重的身体状况 痛楚或者一些创伤的话 他们戒心固然会提高 但在他们的专业来说 这些程序都是常见 可能他们会进行这个程序之前 就会是要更加小心一点 会不会在解释上面 又或者是在观察病人的身体状况 会花多些功夫 这个可能是好事的 根据立法会文件 医管局在2013年至2013年10个年度 一共有321宗医疗风险警示事件 包括错误为病人进行外科手术 错误处方药物引致病人 永久丧失主要功能或死亡等等 那为什么过去很少有医护人员被刑事起诉呢 本身是执业律师的林志佑解释 要构成刑事检控要考虑很多元素 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有没有一个犯罪意图 意图就是你的目的不是医病 而是目的令病人受伤害 受到不必的痛苦 又或者你进行这个程序 你是一些罔顾 病人的安全 又或者是严重疏忽 导致到病人是有一些不良的后果 那这些犯罪意图加上那个程序 拼合一层就可能令到涉及事件的医护人员被刑事检控 根据医务卫生局数字 医管局在2022至23年度 一共有132次医护人员纪律处分 医生和护士分别占21次和101次 林志佑认为除了处分涉事医护人员 当局也都可以考虑加入向管理层问责的机制 如果是人手不足的话 并非个别前线人员的责任 所以在管理上面 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手的话 管理层应该要去做一些功夫 将那个工作量 看看怎样可以调节一下 令到这些事件的发生机会减低 我们很难将这些事故变成零 但是如果说事故贫生的话 往往我们要去将涉事的前线人员 要人头落地的话 上面的管理层 需不需负上一些责任 联合医院两个医生 在2017年涉嫌开漏药 导致病人邓桂斯急性肝衰竭死亡 两人又年年初被控误杀 最后律政司决定撤控 今年7月 医管局再因应过去多宗事故 成立公立医院系统管理检讨委员会 全面检讨管理问题 并在今个月21日提出超过30项方向性建议 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是委员之一 他认为今次事件对医护人员造成心理压力 我相信同时最关注的就是说 如果我做一个步骤 有一个严重病发症出现 是不是就真的等于 是犯了一个刑事的案件呢 我想不是这样的 只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谨慎责任 而我们是全心去做 也都是我们叫good faith 就是真是全心去帮 没有一个说是很严重疏忽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一些病发症 尤其是已知的病发症 是不应该也都不可能是被视为一个刑事上面的罪责 而事实上医务人员我们的工作 日常就是会面对这种问题的 所以大家要清楚 近年多宗医疗事故 医管局都会因应情况展开根源分析调查 并更新医院程序和指引 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出现 但林哲元就认为 前线医护人员工作量大 单凭增加指引和程序 未必可以有效避免事故发生 可能前线的员工是没有跟随过程序 结果又是会加很多新的指引条款下去 太多指引了 每个指引又复杂的时候 前线医务人员来说 现在已经是这么繁忙的时候 没有可能跟随所有指引 也未必多就是好的 就是你签多两个名字 你没有时间去见病人 你只处理文件 其实对病人也未必是好事 所以凡是这些指引 应该是我们适量地增加 也适量地减少的 医管局说截至7月底 过去一年有346名全职医生离职 流失率为5.3% 同期增聘655人 人手正增长309人 而护士流失率是8.2% 虽然已经聘请1889人 但离职的人更多 人手正流失达314人 林哲元认为接连发生医疗事故 除了因为整体医护人手不足 管理层未有妥善调配工作 亦有责任 其实我们要再想一下 就是某些比较上高危的工作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人手的时候 是不是要想第二些方法去处理 而不是说都要做下去 前线这么辛苦的时候 管理层是不是应该有责任 是他去调配足够的人手呢 如果他调配不了足够的人手的时候 你又不能够说我没有责任的 往往似乎我见到所有根源调查报告 出了来之后 在高层那方面都好像轻轻放下了 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够接受 事事多面 在今集成功了 拜拜